蚊子 衛生紙沒了 手巾也沒了 美食賣場架上貼著銷售一空 衛生紙幾乎賣光光 他們賣光了 都被搶光了 所以今天有特別要來買衛生紙嗎 沒有耶 可是就沒有看到了 看到就要馬上拿了 不能猶豫這樣子 那有想說 衛生紙會變得這麼難買嗎 沒有耶 是因為我們朋友 他昨天傳給我們說 那個香港那邊都買不到衛生紙 網友臉書發文說 只是想到賣場買衛生紙 架上雪空蕩蕩的 寫著售完 那他無奈的說 口罩之亂後 出現了衛生紙之亂 還有人拍到推車上 滿滿的都是衛生紙 更有群組瘋傳 衛生紙的原物料 都拿去做口罩 值得用品將會開始漲價 真的嗎 經濟部表示 口罩的原物料 國內很充足 第一階段確認原物料 每天可以生產三百二十萬片 下週將增加到 每天三百九十萬片 三月上旬產線新增完成 總產量可以達到 每天一千萬片 直擊其他賣場 衛生紙架上的貨量 都還很充足 賣場也會及時的補貨 但就怕謠言 已經造成搶購 又開始亂搶一通 三選小博理會 台報道